每年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但是世界很多地方記者仍面臨著嚴酷的工作環境 無國界記者組織一份調查顯示的記者面臨更多的挑戰 傳媒自由度在2019年持續下滑 隨著威權政府對傳媒的控制越來越嚴格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記者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無國界記者組織一份新的報告顯示 恐懼寫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很多國家的 傳媒自由度都持續下滑 一些人稱這是對民主之處的襲擊 保護記者委員會副主任馬奧尼說 記者戰鬥在問責政府和提供透明資訊的前線 大眾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呢? 他們的稅金被用於何處呢? 沒有記者的話,政府可以去施行限制這些權利的政策 會滋身腐敗 網絡攻擊、逮捕和綁架都是常用的恐嚇記者方式 有些時候還有謀殺 報告將中國和北韓被列為侵犯記者權益最嚴重國家 美國也下滑了3% 被列為有問題的傳媒環境 對於告官有所批評的報導被稱為假新聞 然而記者表示 美國憲法保護和賦予他們繼續工作的權利